大家好,我叫孙东,来自吉林酒台,今年22岁,在一家饭馆当服务生。 别看我是一个服务生,我是服务生里的大明星。 我的工作是哭到华为的,但是我善于在我的生活当中寻找乐趣。 我会自己经常编一些小节目,在同事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表演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 那么现在借此机会参加有话好好说这个栏目,我愿意把我的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请大家一定要期待我精彩的表现。 谢谢大家 来个米托波 来个米托波 天然的北到处游 佛祖在我的心头坐 走啊走 乐啊乐 哪里不拼哪里有我 哪里不拼哪里有我 感谢朋友们掌声鼓一下好吗 谢谢 谢谢孙东 模仿这个技工模仿的是 唯秒唯消 就好像你见过技工似的 怎么有孙东啊 平时喜欢唱歌是吧 平时喜欢唱歌 老板支持你吗 爱说爱笑 爱说爱笑爱热闹 和我们的员工也爱开玩笑 孙先生问您个小问题 你看这个有没有想过 想转行正式当一个演员呢 他原来是演员 现在正式当的服务员 小回事 你不想当一个演员吗 没考虑过 没考虑过 有什么想法想来这技工的表演 喜欢他这个角色 哪里不平哪里都有他 对 真是 你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是吧 成果扬善 希望你老板能够平安吧 这边做的三位裁判 问一下三位老师 对刚才技工的演唱 有什么想法 您各位觉得如何 孙东本身职业是个饭店的服务生 业余时间喜欢唱歌 喜欢表演 而且最可爱的地方 他始终就没想当一名职业演员 他只是把唱歌表演 当作一种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种生活态度非常好 谢谢施先生 我们再问一下 因为涉及到音乐这方面 我们有专家 武周通老师来点评一下 刚才那首歌呢 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是在于 准备那段表演了 看大家来喝酒啊 或怎么样的 对声音的控制方面的话呢 有点不是特别的到位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其实你完全也不用去控制它 本来技工就是那种放荡不济嘛 而且非常的洒脱那种东西 但是呢 那种洒脱的话呢 不能是说行散了 而神也散了 那都不行 行可以散 但是呢 这个神不能散 就是你的嗓子呢 可以呢 可以任意的去发挥 但是呢 那个调必须要在那 要把那个技工那个味道 那种幽默的感觉 把那种东西要唱出来 所以有时候呢 你可能有点太注意表演的时候呢 对唱歌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没有去好好的去把握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好 谢谢吴老师 谢谢 他在这个调上的这种把握 其实是想从另一个角度 表现技工的不着调 既然涉及到表演了呢 我们有一位表演方面的专家 什么 那位老师 参与过多部情景喜剧 串戏配戏任务 那老师 来您说的吧 我完全同意 石老师的意见 就是你这个唱的一般 完全同意五周腾的意见 你这个表演也可以 就自己乐呵就完了吧 谢谢娜威 我要跟孙东说一声 你也别往心里去 因为娜老师不是每期都能来 我下期就把他换了 这个终归我们的节目宗旨 是以娱乐为主 让老百姓乐呵乐呵 开心一下比什么都强 好吧